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梭巴仁波切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意间独挑起领导物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意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已经禅修佛法大约五年了 最初几年我确实感到自己的心 很明显地比较平静 生活也比较平顺 但是最近两年 我丢了工作 而且生了重病 有时候我想也许是自己修得不对 障碍才会不断地出现 而不像最初几年事情都很顺利 我做错了什么吗 听到你失去工作而且生病 我感到非常遗憾 你很清楚 这是轮回世界的本质 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发生 是因为我们过去不同的业 当你修行佛法 自行服务其他友情时 往往会在今生净除往昔非常严重的恶业 本来会堕入地域好几节的业 可能转现为逆境 例如生病或今生的困境 还有思维我成功了 我过去曾经发愿要取受其他友情的苦 现在所有的果报现前了 我是十分幸运的人 是最幸运者 有坏事发生是很自然的 我目前在一个佛教的慈善机构工作 并且遭逢事业上的困境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吗 当你重设的计划 对友情的利益越广大 越深入 往往会生起障碍 不一定是每一次 但是经常如此 你必须有相当大的功德 才能够提供那种福 否则 友情可能早就轻易成佛了 不会有任何友情留在轮回当中 你所做的是很重要的工作 令你的人生具有意义 虽然无法赚很多钱 但是功不堂倦 本着善心服务 其他友情 即使失去了整个事业 还是会从中获得大量的功德 如果你从目前的努力中 并没有赚到很多钱 但迟早一定会享受果报的 大多数人的情况是 虽然赚了好几十亿 但纯粹是为了自己和今生 所以一切都形成恶业 他们整个人生都是恶业 种下转身恶趣的因 情况如此 更不用说这种人生是空洞而毫无意义的 由此可见 这两种生活的极大差异 一者是只为自己工作 另一者是服务友情和佛陀的教法 为其他友情工作 令我的人生具有意义 我一辈子都不是重视物质享受的人 所以不是很在乎金钱 而比较在意修行 两年前我环游世界回来后 决定在伦敦定居 自从我回来后 一直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 也很难找到好的住所 我觉得请求您指点物质上的成功 有点可笑 不过我开始了解到 自己需要一些基本的物质福利 才能够顺利地继续修行佛法 做水供 灯供 以及尽你的能力所及 做其他的供养 每天做 多多益塞 思维 一切诸佛都是我的上师 不管你是和哪一位上师解法员 从事和上师有关的行为 业果最大 所以 借由供养你的上师 累积的功德最大 远超过供养无数的佛 法 身 佛像 佛塔 圣像等等的功德 会带来最迅速的成功和安乐 不仅是今生 还有来生 包括旧倾成功 解脱和圆满佛果 在日常生活中 尽量对其他友情修善行 甚至在小事上 也要帮助其他友情 另外 也要对其他友情修布施 结果是 你所有的愿望 终究都会实现 美好的人生篇 美好的人生 和恶劣的人生差别何在 你可以依照佛法的智慧 对菩提道次第和业果的了解 也可以依照贪心 唯我独尊 及自我爱惜 去诠释人生的好坏 这两种论点 自然是背道而驰 贪心认定的好坏含义 尤其和智慧诠释的内涵 南辕北侧 这正是困惑所在 一般来说 世间人大都随顺贪心 对他们来说 美好的人生 是以外在的发展 来衡量成功与否 积聚更多更多的财富 朋友子女等等 这些外在 看得见象征繁荣的东西 便是贪心最重视的事物 从佛法的观点来说 如果一生都在造善 不造恶 就是美好的人生 如果去年造的善业 多于恶业 就是一个好年 在二十四小时当中 如果积聚的善业 能超过恶业 重视筋疲力尽 乃至修行的差点死掉 那一天的人生 也是美好的 这是佛教定义的 好坏人生 善业和恶业相对的比例 不管你认为从外在的享乐 找到多少快乐 多么令你兴奋 你还是要自问 这样的快乐 是基于佛法的观点 还是自己贪心的观点 你应该分析 自以为是快乐的经验 而且你必须考虑夜报 真正快乐的人生 必须具有良善的动机和善报 那才是快乐的人生 譬如说 你今年哪月 牺牲现世的大量舒适及享乐 以便过清净的生活 假如你还没有舍离贪心 内心会相当苦 因为你的心 还没有清除攀缘 今生的贪心 还离不开属欲 还没有健康的心 便无法以修行 或持戒为乐 但以佛法来看 那还是美好的人生 当你在闭关 服事善友 或饶意友情上面 遭逢困境 如果你坚持下去 你仍是在确保 人生的美好 道理何在呢 因为你所造的功德 总会带来好的果报 我一直想要讲的重点在于 纵然你发现人生艰困 牺牲了大量舒适享乐 内心可能还没有得到快乐或满足 但修行佛法 必定会为你确保美好的未来 因为你所造的善业 果报将是来世乐 不仅仅一世 而是多生多世 长远来说 你会获得许多快乐 好的转世 解脱乃至佛果 所以 即使你感到修行困难 不能乐在其中 请勿丧失勇气 要获得成功和财富 很重要的是 不要只修财神法 要成功最重要的是 要修布实 财富与经济的繁荣 主要来自布实与供养三宝 供养上师 佛法身 并对友情修布实和仁慈 那是基本的因 首先 发菩提心 为了要提供 为了要提供保存 和弘扬佛法的上师 和生贴必需品 为了正在经历佛法 和物质贫困的友情 而要获得财富 最主要的是如此财修 当你把水 倒在财神像的头顶上 并持真言时 观想财神的体性 事丧时 供水 并思维你已经生起 无量大乐 财神非常欢喜 赐予你所有的成功 带给你所有的财富 或你所欲求的一切 一秒钟也不延迟 如果有人非常吝啬 又不太修布实 就算你修 私与财富的财神法 许多次 要成功 也要花上很久的时间 在每日生活中 修持任何 你可以做到的布实 尤其是供养上师的 其他弟子 思维他们和上师是一样 这会造下许多功德 除了供养金钱 只要急需慈善的地方 你就去布施 布施 才是获得财富的究竟秘诀 多读送金刚经等大乘典籍 这可以累积许多功德 比供养诸佛菩萨还多的功德 借由礼拜佛陀 也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累积广大功德的方法 另一件迅速带来成功和广大功德的方法是 持送无量受佛的长寿真业 注印心经 金刚经 或任何智慧度的教授 也能累积功德 另一种方法是随喜 透过随喜别人的善业 我们也能累积功德 随喜善业 就是对其他有情的功德 感到快乐 欢喜 我的一位朋友前一阵子跟我借钱 但一直都没还 我也让他一拖再拖 因为我想修行 所以现在已经不工作了 我的钱可能比他还要少 我即将闭关三年 所以需要这笔钱 我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我建议你 要求那个人 尽能力所及 还给你一些钱 因为现在你有重要的理由 所以那笔钱 必须还给你 然后 不管他还有多少钱 没有办法还给你 你应当在内心 把那笔钱供养给他 当作是行布施 这是菩萨的修行 由于我非常努力工作 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 使我一度成为成功的商人 在香港和美国拥有许多资产 几年前我决定 我决定展开新事业 我尽力雇佣最佳的人才 投资大笔金钱 确保事业成功 尽管我已经尽量 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生意还是一直赔钱 我目前的危机 可能会赔掉这些年来 努力争得的一切 我无法沉眠 也生了重病 我不是坏人 而且自觉 已经做了最好的决定 我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场 我可以做什么事 来制止这个事业 继续亏损 重要的是 本着强烈的信心修行 你已经耗尽往昔的善业 所感得的富裕 当你还有机会时 并没有善用财富 去供养佛法身 即不失友情 借此创造更多的善业和财富 反而怀着直取今生的贪欲 自私自利地 耗用最近的善业 而且没有再造善业 所以把福报都耗尽了 这就好比努力工作 累积了很多钱 然后把钱全部花掉 没有做任何的储蓄或投资 因此 所有的钱就都花光了 当你想有善业的果报时 应当怀着利他的善心 继续创造更多的善业 这样一来 你将会继续兴旺 我必须用财富来利他 就这么紧张 也要是我的手 就这么紧张 我必须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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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当路 很惯不回备 我必须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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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败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护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这股协会并长期提供送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兼能祸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2024巨花月 新逢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兆倍 佛宝节 庆祝释迦牟尼佛圣诞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经邀大德共襄盛举 欲佛祈福金刚经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5月15日星期三 上午9点 欲佛功德经 佛前大共 下午一点半 恭送金刚经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专法义 共慕佛恩 法会备由受陶面献 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 聚花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亿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药师佛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领众 日期5月22日星期三 时间13点半 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专法义 共慕佛恩 2-989-9319 2-109-9319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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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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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